我都叫她小美 很害羞很有礼貌的小女孩 这小女孩就像烟一样 说飘走就飘走 因为每次我说她找她的时候 她说因为我有室友啊不方便 她怎么可能有室友 甚至我还怀疑她有没有朋友 那次回来我就觉得她怪怪的 我觉得我一定要帮她 我看着她的背影 有一种被吸引的感觉 我是可以感受到一些痛苦 这一定是被欺负过的嘛 你的意思说我是那种不良的房东吗 你要加油好不好 她知道她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她说她完全不介意 我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是她朋友 以前是好朋友 那现在不是好朋友了 日本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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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Tub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